請接著,我們要錄製居人國中的國務2期中考考 WOW,現在幾點啦? 啊,又11點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吧,欣賞一下喔 嗯,這一個呢,我個人覺得 欸不對啊,居人怎麼記得這張已經檢討過了 那就講一下吧,好不好 居人國中一直都是我覺得算是考題比較偏中上 算是比較接近裴音光五的學校 我說考題的難度啦 而且我覺得出的比較正常 比起裴音,因為有時候裴音會出的很難 出那個很難,我覺得那個老師腦子根本就是有洞 這樣講的是為什麼呢?因為出的很難考題,大考不會考 然後說訓練學生嗎?那絕大部分的學生 我覺得還來不及被訓練就被先刷下去了 對啊,蠻可憐的啦,蠻可憐的 對啊,小小mrmr一下好不好 那我希望老師如果能看一下台中巨人 國中的考卷,我覺得他們應該會進步不少 好不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張吧 那這一張前面喔,大家有看到我詳細寫得很仔細 為什麼?因為這一張其實是 沒有詳解的 喔,沒有詳解的 所以呢,這一個算是什麼?我想看 沒有詳解,所以這個算是 呃...要怎麼講呢? 算是我一定得自己寫啦 那這個已經跟其他人對過答案了,好不好 所以答案應該是沒有缺漏的 如果有,再跟我說 好,那前面都蠻簡單的 都是基本的計算題型 然後就是乘開來 哇靠,考成這麼簡單 那就跟會考很像 會考一定有那個最基本最基本的 我來挑幾題講一下 這根色化解應該大家都OK吧 大家應該都OK 來講一下這,你看 誒,誒,誒,哇,這題又來了 誒,哇,我這題又來了 簡單死了 一直考一直考 考到我都,我都膩了 嗯,來看一下那個正平方根好了 這一題 這一題我們剛剛是不是有寫過一個類題的 你看考一考去就這些嘛 換看不換掉 這一個是他的正平方根 同學,他不講位置到是正的平方根 為什麼? 因為開根號怎麼會有負的 對不對 開根號就正平方根嘛 那是25的正平方根 那25的平方根有誰? 是不是正5跟負5 那他說是正平方根 那就是說 根號4x加1 就一定等於多少? 1等於5嘛,對不對 自己算,好不好 那去掉根號最好的方法就是什麼? 平方 啊,平方 所以就很快就可以算出來了 好不好 好,就這樣 那在這邊也講一個概念 你如果今天呢 如果今天呢 根號A的二次方 想要直接劃減掉 直接變成A 同學,不是這樣子的 我們確保正負才可以這樣劃 在未必要確保正負之前 我們是要掛上絕對值的 聽得懂嗎? 聽得懂在講什麼嗎? 假如今天你可以確定A大無理 那你最後可以劃減 平方根根號直接劃減 那就是什麼? 就是A嘛 就跟絕對值的拆解一樣 那如果絕對值 等一下 A小於0的話 是不是拆解上的時候要加一個負號 就用乘負的而已 這樣可以嗎? 好,就這樣 好 那個好像沒什麼難題喔 好,再來十分逼近法 同學 這種的 你看有沒有發現 你看他又沒有考你什麼 就是考你怎麼去看而已 那不要忘記喔 他是四捨五路到小數後面的第一位 所以你要看到什麼?看到小數第二位 在決定要四捨還是五路 所以你要看的是誰呢? 我們看一下 首先你要先去抓他離 剛好其實是假於哪兩個數字之間 他已經是8.3跟8.4之間 這個很明顯 那再來仔細看 是不是在 在哪裡 69等多 69 所以是這一個跟哪一個 70 70 這個最接近嘛 對不對 所以是假於這兩個之間 可以嗎? 加於這兩個之間 那我有把它寫出來 是介於8.35到8.4 那為什麼8.35這個值特別重要 因為 小數點後面第一位 你是不是就要去往後去看 他是5 還是4 還是4 對不對 那現在看到8.35 那一定很明顯 是不是如果要取近位的話 欸 取近四值 是不是這後面的5 就會影響他的近位 可以嗎? 所以我們取到8.4 就是這麼簡單 好不好 10分比起碼 大概都是這樣子 嗯 再來 這個 好像有什麼難度 那我就不講 這一題講一下好了 笑一下陳怡恩 陳怡恩 這種題目都錯了 喔 好多練喔 哭 好看一下喔 欸 2021 跟剛剛那一題 我們上一張講的考驗 差別在哪裡呢 差別在年份 看出來了嗎 那是2021年 有沒有 要新一點點 喔 那 考題是一點心意都沒有啦 平方 減 2ab 那b是誰 就1嘛 1的平方 對不對 你看 跟剛剛那個一模一樣 是不是分子分模又可以化減 對不對 好 這個平方相減 4勒 是不是2德2次方 所以平方相減 平方差 1加1減再相乘 有沒有發現考一考驗是這些 無聊死 然後勒 約分 約分完之後自己化減就會得到答案 好不好 這沒什麼好講 後面有沒有比較有趣的 有的 後面有一題比較有趣 那上次這一題其實有交 有交 在哪裡 在這裡 那你看一下23題這條 他說 這題真的滿有趣的可以看一下 他說兩個值數相差是6 然後ab加9的值有可能是多少 同學你也先理解什麼是值數 所謂的值數就是在說你的拆解方式 像7 7是一個值數 它的因數分解只有17這種可能 可以接受嗎 7乘1 它沒有其他的 沒有其他除了分數以外的做法 那怎麼辦呢 同學 這就是值數 那 且相差6 有些人就開始是2 2 3 5 7 11 13 那開始去找哪個值數相差6 不要這麼快 不要這麼快 並不是這樣算的 你得先 去看他們之間的關係 那我這邊是假定的不是一般性 有一個比較大 因為 他有沒有說誰比較大 你就隨便說 那可能假定a比較大 反正總有一個比較大 大多少大6 這樣可以嗎 然後a等於b加6 這個應該滿簡單的 然後ab等於9 那題目給的 他說ab等於9值 有可能是多少 那我就直接令他是多少你知道嗎 同學 我整理一下 剛才說b加6 可以跟a去做替換 所以我把這裡的a改成b加6 在這邊 那你可以整理出一個b平加6b加9的形式 這剛好恰巧是一個什麼 完全平方式 誰的完全平方式 b加3的完全平方式 會見的 b平 加2 a 這就是b 然後 b 然後加上b平 這樣可以嗎 所以合成一個b加3的完全平方式 那寫的完全平方式的好處是什麼 同學 那也就是說啊 你這個人一定是誰 一定是一個 完全平方式 同意嗎 好既然是完全平方式的話 那我們就令了你知道嗎 b加3 你看他說等於30平 所以你的那個 裡面這個b加3 是不是就是 ab加9 對吧 因為我們已經替換掉了 那b加3是不是就要等於選項a選項b選項c選項主的值 30 40 50 60 一個一個去討論 那你看喔 如果今天b加3等於30的話 有沒有發現 它的b是27 它是一個合數 因為27除了127以外有9跟3的組合 對不對 可以嗎 所以 矛盾就不對了嘛 可以嗎 然後這邊就有發言符號 矛盾 有點像一個新的表情符號 酷酷臉 好再來b加3 40的話 他可以是37跟43 都是直數OK的 然後再來往下 這邊 還有一組喔 還有一組是47跟53 那這個也OK 所以他答案有兩 是bc 對吧 可以嗎 OK嗎 所以他這題目 才講哪些嘛 他沒有說一個 搞不好不止一個 考得蠻精準的 我蠻喜歡的 再來 還有考這個除法 同學這個除法 我只想提醒你 如果有 常除法的運算 缺項要怎樣 補零啦 不要再忘了 不管是你的被除事 或是你的除事 像這邊除事要補零 這個最容易忘 缺項補零 好再來還有一個 值得 特別 值得特別提點的一個地方 是什麼你知道嗎 還有一個地方是 你在做 除法運算 除法運算的時候 同學 是有可能你的 傷這邊是出現分數的情況 是有可能的 我們的目標就是 這一個跟 這一個除事的地方 相乘 它會怎樣 產生中間的 這一法 可以嗎 還記得我們之前有一種 題目是要去 可能這個常除法 挖幾個ABC柱的空格 然後怎麼樣 要去填 那你就 緊守什麼 這一個跟這一個 相乘等於這一個 然後 兩次相減之後 會抵消掉 前面 前面的那個 領導係數的 然後去算 對吧 這個我們都有講過 好不好 把ABC柱求出來 這也很常考 要知道 還有嗎 還有剛剛比特幣 我沒有做到 乾 好的 好再來 氣死我了 我剛剛講的這個題目就在這裡 真聰明 難怪那麼有影響 好 再來 再來 喔18題是我覺得巨人國中出的蠻好的一題 我個人是蠻喜歡的 真的是蠻喜歡的 還有20題我也覺得這一題 19跟20這兩題我也是蠻喜歡的 我就講一下這兩題怎麼做 因為其他都還蠻經典的 就是還比較長出啦 比較長出 我都沒有特別掉 我好像睡覺 好那你看一下 3分之8x加2分之21 減掉 那你有沒有發現這個根本就長得很像 對不對 那 老師這邊很聰明喔 長得很像的東西 雖然他很醜 但是很像 所以我會先用個位置數去替換他 好先看一下他們之間 是不是有什麼東西 我先消掉 懂為什麼 先簡化題目 再去思考說 有沒有 突破口 大概是這樣 那我就假定這個叫A 這個呢 我叫他B 那我就寫出了什麼 A加B的二次 減到A減B的二次的 呃 那個 式子 對對對 然後你繼續劃減你會知道 呃因為 A加B 好我寫出來了 A平 B平 有一個2AB 對不對 A減B 就是A平 B平 有一個 減2AB 一來一往之間 他們就差幾AB 是不是差4倍的AB 懂我意思嗎 那A是誰 就是這個 3分之8x D是誰 2分之21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題目直接變得很簡單 就只有要算什麼 4乘以3分之8x 再乘上2分之21 化減即可 當然112x OK OK 好 好在第19題是我個人非常喜歡的題目 因為它跟高中的那個 處法原理有更強的連結 我覺得很棒 我覺得很棒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題 A等於負2分之3x 然後乘上2x-5的24加7 然後A除以 同學 如果我們除以2x-5的話 他的商事儀式的核是多少 相加叫核 好 這個題目 我們先 把這個式子抄一遍 抄一遍 然後我做了 我不只抄一遍 我還跳了一個步驟 為了要除以他 我們 只要今天有問什麼 商事 儀式 除以誰 原市長怎樣 給的東西資訊比較多 那我都建議你先寫成什麼 先用處法原理 Chinese Remender Therouren 把它整理一次 對 處法 原理 寫成被除是 除是 喪事儀式 今天我要講什麼 被 我可以寫英文嗎 被除是等於除是 乘上 喪事英文的 Cutient 再加上 R of X Remender 是於事的 書寫 好吧 被除是除是 喪事於事的形式 你要注意 你的除是 刺方 跟於事的刺方 於事的刺方 會比除是刺方小 我們才 才是真正的 有除完 這樣可以嗎 OK 大概是這樣 好 那再來 緊接著 那我們繼續看 被除是除是 喪事於事 那 這邊呢 同學 你要注意 我們多上市的處法 不是要除出一個什麼東西 只是一個 整理 把它寫成什麼 相成 誰成誰 再相加的形式 可以嗎 這個像這個 我們也可以把這個東西 看成是什麼 把這個當成是除是的話 這個是不是就是它的傷 除是成傷 再加上它的於事 檢查一下 7有沒有比-3x 還要來的次方小呢 有的 因為7是零次方 這個x的零次方 它是零次多向式 也可以叫常數多向式 好 那 對 那就可以嘛 所以這就是一個 出於-3x 所產生的 被除傷的情況 但今天我們不是要除以 負荷分子3 我們想要誰 想要除以2x-5 所以呢 我發現後面有2x-5 我把它提一個出來 不要提太多 提一個就好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如果把它看成是什麼 除是 那剩下來的東西 可以把它當成是傷 因為相成 除是成傷 最後呢 這7我並沒有動它 你看7我留在後面 我只想做一個檢查 如果這個7的次方 比它小 那我們是不是就 就結束了 這就是它的儀式 很合理 次方比較小 可以當儀式 可以啊 懂我意思嗎 相乘相加 被除傷 這樣就是了 可以嗎 那有些人就說 老師那如果今天後面不是7呢 同學我講一下 如果後面不是7 叫 x加1好了 那我們要怎麼辦 很簡單 就拿 x加1 繼續除以2x-5 剩下來那個 就是真正的儀式 這就是高1會教你 應該要說高1會教你 其實是高1會特別在深入討論的問題 懂我意思 好那我今天沒想講那麼多 只想跟你講 這個檢查完之後 你可以把其中一個題過去 有相成的關係 後面相加 次方檢查 後面的次方 交於前面廚師的次方 就是一個被除傷於 好不好 所以呢 這題其實就是要問什麼 這個是傷 加上 這個是與 加起來的結果 所以我們的題目就被簡化成 只剩這樣子了 好不好 你可以詳細再去看一下我的筆記 我等一下會傳到群組上 好20題算是一個真正有趣的題目 那問蠻新穎的 你看一下他說這個 很大數字的兩者平方 平方平方平方相加 然後想問你說 想問你說這個東西的十位數字是多少 同學這個一定不可能要成開 天都亮了 對不對 可以嗎 那這題要怎麼做 同學你仔細看 它其中一項平方 你看我先把它拆成是 一項其中的平方 我用那個公式去整理它 可以得到這個的平2AB 等一下 少一個3 我上次竟然沒有注意到 少一個3 再一個3 然後再加上9的二次方 可以嗎 過來一點 有什麼9的二次方 3的平方9 3的平方9 這樣可以嗎 那你會發現 前面這兩個數字 會影響十位數嗎 不會 因為它後面都會有什麼兩個0 補過去就變百位數了 都會什麼 這前面的數字乘一乘會很大 後面補兩個0 怎麼樣都跟十位數沒有關係啊 到底是什麼會影響十位數 就是後面那個9 9 各位數就不會影響十位數 同學 又不是只有一項 他還有幾項 後面還有兩個人 所以 有可能怎樣 後面的尾數 4的平方 3的平方 5的平方 是不是 都有可能影響十位數 對吧 所以呢 各位數字加起來 也可能會進位 所以我們把各位數字加起來 其實就可以了 懂我意思嗎 然後再包含前面的1跟2 所以整理出來後面的尾數 是不是剩下50 所以它十位數就是什麼 就是5 這題蠻有趣的 這題真的蠻有趣的 我蠻喜歡的 那剩下的那個條件 我覺得都還蠻簡單的 請自行觀看 好不好 同學 那個 第2小題 有空的朋友 自己回去看一下 好不好 個人 B人我認為 這一題出現的機率極高 簡單 但是這一題出現的 考試機率極高 還有像這一個 會有分式的處法 這種考試我覺得也會出 我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 像這個相差的 這個如果你們老師是屬於比較有夢想有追求有sense的老師 我覺得這一題2 3題也蠻有機會出的 因為這一題 會考有出過 就是大考的方向或是進階的提琴都有 講義上都有 像那個A卷 效用的A卷也有 所以這一個 蠻值得注意的 蠻值得注意的 好不好 那我們巨人國中的考卷就 粗略的檢討到這邊啦 詳情的解答跟那個 筆記文都會在 折一 不要折一 等一下我就傳到劇組上 好不好 給國二的朋友看 我真的累了 那國一的考卷什麼時候檢討呢 等一下啦 真的好累喔 好不好 國一會檢討啦 大家不要緊張 好 謝謝大家 好